邊緣的更換 這個cross over 被石博恩操到 前場是賴婷恩 輕鬆兩分放到 小任務上來 剛才來講是非常危險 又是賴婷恩 雙方都有快手在場上了 這個球 雙腳墊覆球 四個carry 野獸般的得分 講家也是因為加強防守 對 造成賴婷恩的失誤就開始了 賴婷恩這個背後傳球 給飛起來的石博恩 博恩夜夜秀 第一節的第一個feel goal 鋼鐵人今天在強弱邊的球 其實處理還蠻成熟的 林智傑 Foot3 加速上籃 哎呀 還是沒有 賴婷恩要比速度了 跟陳佑瑋兩根在籃下 陳佑瑋放掉 婷恩這個快攻也是 算是曾文敵的一個技巧 這是一波第四節 教練其實蠻苦惱的 因為鋼鐵人原本的可用之兵 就是比較少的 好球 好球 柳氏隊也有機會贏來 他們本季第二次的連勝 林智傑的三分外線 沒有時間囉 結果發生失誤 張宗憲再取兩分 這關鍵的一個比賽 主力球員又受傷 對 然後如果又打背靠背的話 碰到這種賓多降往的球隊 就很吃虧了 風機 唯磨 遮止 反應 風機 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